男人切开腐蚀的宇航服面罩 赫然出现一只爆脸虫紧紧吸附在船员脸上 当试图夹起他的触手时 环绕脖子的尾巴静缠得更紧 但爆脸虫却并不想杀死他 反而通过口腔使他麻痹昏睡 不断给他抒养 除此之外 仿佛还持续往他体内 传输某种不知名液体 到底是什么样的太空生物才有如此能力 这便是影史科幻恐怖经典电影 异形中的名场面 本片由大名鼎鼎的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 雷德利斯科特于1979年导演 赛博朋克创始作《银翼杀手》 以及那部马特达蒙在火星中土豆的科幻电影《火星救援》 都出自老维之手 而也是这样一部电影 它改变了科幻片的历史走向 在恐怖领域的分支上无限拓展 影响了后世同类型的科幻恐怖电影 这一切都要从本部电影讲起 在未来的宇宙中 人类的商业活动已经延伸至太空的辽阔领域 黑暗而寂静的宇宙中 一艘名为诺斯号的宇宙货船 正装载着价值连城的2000万吨矿石 准备回归地球 突然间操作台的显示器上 跃现出一段神秘的信号 七名船员从漫长的休眠中缓缓苏醒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早已注定 当船员们来到操作台后 却震惊地发现飞船尚未进入太阳系 按照计划此刻 他们应该已经靠近地球才对 舰长迅速找到了答案 原来飞船拦截到了一段疑似求救信号 导致自动改变了航线 飞船正在朝着信号的源头展开搜救 维修员老黑对此提出了抗议 他认为这项没有报酬的任务并非他们的责任 科学家艾士却告诉他 在起飞前飞船与所有人签订了合约 合约明确规定若接收到智慧生命的求救信号 他们必须前往调查 如若违约他们将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此他们必须前往发出信号的星球 经过详尽分析他们获悉信号来自一颗小行星 小行星很快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然而飞船刚一降落就遭到破坏 虽然维修员老黑和帽子男原本只需几个小时修复 却故意拖延超过20个小时 作为对任务不满的发现 随后他们发现这颗星球的大气环境极为原始 充斥着氮气高浓度二氧化碳和乙丸的空气 温度一直维持在零度以下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是否存在着生命的奇迹呢 舰长率领着两位船员勇往之前 靠近信号员的位置只有两公里 当他们抵达目的地后 并入眼帘的是一艘外形奇特的飞船 他们决定进一步探索其中的奥秘 踏入飞船控制室时 他们发现一个巨人的尸体出现在眼前 这个尸体在后续的作品中被称为太空骑士 由于已经过了漫长岁月 巨人的身体已经化为了一句化石 他们注意到巨人的胸骨全部向外突出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生前从他的胸腔中钻传 与此同时女主角雷普利在飞船上解码的部分信号中发现 这段信号可能并非求救信号而是警告信号 他想将这个消息告知其他三人 但碍事表示现在去找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最好待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归来 另一边凯恩在飞船底部发现了一堆像蛋一样的肉球 这些肉球似乎正在孕育着某种依然存活的生物 突然肉球的顶端如花苞般绽放开来 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他试图一探究竟 然而却被突然出现的生物袭击了 随后凯恩被成功救回 但他仍然被某种未知生物附着着 雷普利坚守着规定拒绝打开舱门 根据规定为了防止生物感染船员 必须进行24小时的隔离 然而舰长坚信救援行动的紧迫性 他将每个船员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然而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 碍事悄悄打开了舱门并进入医疗室 他才发现凯恩的头盔上已经腐蚀出了一个洞 当他打开头盔后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一只身形怪异的生物静静地附着在凯恩的脸上 他有八只脚紧紧抱住凯恩的头部 尾巴则缠绕在他的脖子上 这正是无数人童年噩梦中的爆脸虫 舰长坚持要将其移除 但当他划开爆脸虫的皮肤时 一股具有强腐蚀性的液体喷涌而出 飞船迅速被腐蚀 甚至连第二层都被侵蚀 直到第三层才停下来 这使众人意识到绝对不能在飞船内杀死爆脸虫 然而还没等他们想出对策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凯恩脸上的爆脸虫竟然不见了 舰长和其他三人立即在医疗室里四处搜寻 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直到爆脸虫从天花板上掉到雷普利身上 雷普利被吓得差点跳起来 然而这只爆脸虫莫名其妙地死亡了 雷普利认为应该立即丢弃它 但爱石却提出应该将它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毕竟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 既然已经确定这里没有其他人类存在 他们决定重新启动飞船准备离开 这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凯恩突然醒来 他看起来似乎恢复正常 却毫不知情他的生命在爆脸虫附着 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就在大家一起愉快地享用晚餐时 凯恩突然表现得不对劲 他的身体失去了控制剧烈地颤抖起来 接下来另一个名场面诞生 一只异形从凯恩的胸前钻出来 异形立即意识到对方人数众多 于是迅速逃离 在场的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众人在整个飞船中四处寻找异形 虽然只有一只异形 但在这幽暗而静谧的飞船中 让人感觉他无处不在 仿佛下一刻就会从船员的背后发动攻击 然后帽子男捡起了异形脱落的皮 这并不是什么好征兆 然而第一个发现异形的却是雷普利的猫 始料未及的是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异形的成长如此迅速 他的口水不断流淌 然后伸出腹嘴咬住了帽子男 当老黑和雷普利听到惨叫声赶来时 异形已经带着帽子男从天花板上逃走 帽子男的死史气氛变得更加沉重 压抑感笼罩着众人 通过分析后 他们认为异形很可能通过通风管道移动 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通风管道通向主空气舱 而中间只有一个维修孔 只要他们将异形赶进空气舱 就可以将它丢弃到太空中去 于是他们准备分成三组行动 艾石和雷普利守在主空气舱 老黑和帽子男的妻子守在维修孔口 舰长或许出于内疚 拿着喷火枪亲自钻进通风管道 毕竟正是因为他坚持将凯恩带回飞船 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很快他们在追踪器上发现了异形的信号 然而当舰长到达信号来源位置时 异形的信号突然消失 舰长在地上摸到了一滩黏糊糊的液体 紧接着异形的信号再次出现 并且迅速接近 众人都为舰长担心 只有艾石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 大家不断呼喊着让舰长快逃 但闭塞黑暗的通道是异形的主战场 舰长牺牲了 这种无形的恐惧感激垮了众人的心理防线 人性的弱点开始显露出来 船户员哭着认为他们应该放弃飞船 乘坐太空梭逃离 然而太空梭只能容纳三个人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其中一个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老黑失去了理智 准备拿着喷火枪与异形直接对抗 幸运的是在关键时刻 仍然保持冷静的雷普利稳定了大家的士气 他认为将异形逼近空气舱是最好的方法 在电脑面前雷普利想询问飞船 要如何消灭异形 但电脑给出的回答是无法解释 然后雷普利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原来在飞船起航之前 就植入了一个代号为937的特殊指令 这条指令只允许科学顾问碍事查看 内容包括改变航道调查外星生物和采集标本 而且一切都以标本为优先 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包括船员们的生命 得知这个真相后雷普利感到绝望 原来他们只是被公司当作吸引异形的诱饵 难怪艾石一直帮助异形 雷普利想要告诉老黑他们这个消息 却被艾石阻止 接着艾石疯狂地攻击雷普利 将他打得奄奄一息 幸运的是老黑及时赶到 他挥起铁棒猛击艾石 艾石的身体像失去控制一样 不停地喷射出乳白色液体 老黑再次用力砸向艾石的头部 结果艾石的头惊悚地掉了下来 原来艾石是公司派来的生化人 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异形开发生化武器 雷普利认为 艾石应该知道如何消灭异异形的方法 于是他修复了艾石的一部分功能 然而得到的回答是无法杀死异形 因为异形是完美的有机体 无论是身体结构 还是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大 既然无法消灭异形 霍利普决定炸毁飞船 然后三人乘坐太空舱逃离 然而在船呼员和老黑 取出冷冻系统中的冷却计时 异形再次出现船呼员被吓住 而老黑试图用喷火枪攻击异形 但船呼员已经被恐惧所控制 最终导致他们俩都被异形杀死 容不得雷普利感到悲伤和绝望 他知道时间所剩不多 因此立刻启动了飞船的自爆系统 在十分钟后 飞船将会彻底爆炸成碎片 紧接着他赶往太空梭的位置 是意外地发现了异形的潮雪 船长和修理工竟然还没有死亡 但已经成为异形繁殖后代的养分 船长勉励说出了杀了我这句话 雷普利明白无法拯救他们 只能使用喷火枪帮助他们从地狱中解脱 此时离爆炸只剩下最后三分钟 然而通向太空锁的道路被异形阻挡住了 雷普利不得不迅速返回控制室 企图关闭自爆系统 可自爆系统在启动五分钟后无法取消 雷普利只能再次冒险穿过异形的阻拦前往太空锁 幸运的是异形已经离开了 他成功进入了太空锁 飞船随后完全爆炸发出刺眼的光芒 雷普利放松下来因为在这样的强烈爆炸中 没有生物能够幸存 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使他瘫坐在椅子上 等到完全放松下来后 他准备设定新航线 但异形的爪子突然从旁边伸出 雷普利惊慌地逃进了工具柜 原来异形已经隐藏在太空梭里 但他看起来非常虚弱 雷普利看着旁边的宇航服 心中有了计划 他悄悄穿上宇航服拿起一把枪 然后打开冷却系统将异形逼了出来 此时雷普利其实已经极度恐惧 全身颤抖不止 但他仍然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划 当异形靠近他时 他立刻按下舱门开关 他瞬间被吸出去但没有完全离开 随后雷普利利用钢索将异形彻底击退出去 弹枪被舱门夹住异形趁机沿着钢索爬了回来 似乎打算再次进入太空锁 雷普利按下了动力开关超高温度的火焰 瞬间融化了钢索 最终消灭了异形 异形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科幻恐怖片 它也涉及了对人类存在 生命起源和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 他探索了科技进步与人类野心的冲突 以及面对未知恐惧时的生存本能 观众被带入一个黑暗危险且充满未知的宇宙 与传员们一同经历了恐怖和绝望的考验